今天來吃這兩款台酒麵攤泡麵 分別是三杯雞風味乾麵和九頓排骨風味湯麵 三杯雞風味乾麵售價35元 九頓排骨風味湯麵售價39元 我是在全家2月20日前的買一送一活動中購入 雖然他說價低者送 但不知道為什麼結帳卻是37元 首先兩碗打開裡面除了麵體本身以外 都各有一個乾的料包、一個酒包和一個油包 我按照他的說明乾麵先加乾的那包食物包 湯麵先加調味粉包和佐料包 加調味粉包時聞到藥膳湯底的味道 感覺像在加中藥粉 分別倒入剛滾的熱水之後 蓋上蓋子靜置3分鐘 開蓋後湯麵加入料理酒攪拌 乾麵則是先把湯倒出來 我是在感覺麵快掉出來的時候停手 倒完湯之後加入調味油包和料理米酒攪拌均勻 充滿澱粉的一餐就完成了 先來吃乾麵 吃起來的味道就像是用三杯雞的醬去拌泡麵 那個醬真的還滿三杯雞的 讓我吃起來有種空虛感 就好像拿麥當勞糖醋醬來拌泡麵 卻沒有雞塊可以吃 湯的部分我想說就學微粒炸醬麵當作清糖喝 而酒燉排骨湯麵就是要善風味 兩包的料我都全家包含九包 酒味我覺得都淡淡的 以個人口味而言我是覺得全家剛好 今天這兩款我沒有特別推薦的口味都蠻不錯吃的 如果你想吃有醬香的乾拌麵就選三杯雞口味 想吃藥膳風味的湯麵就是九頓排骨 特價平均一碗不到20元覺得很划算 因為本頻道有超多常鮮心的唷